謝謝旅客嗎 剩兩位喔 早上九點不到 市府轉運站往宜蘭羅東 出現排隊人潮 很多人是退掉台鐵票 改搭客運 大概平常都十點左右 然後今天就滿早起 還提早出門 怕塞車 本來叫搭台鐵的 到現場來買好票 對 輸運人潮的速度 比想像中快一些 因為市府轉運站到羅東 平均五到十分鐘一班 週六預計 加開一百到一百五十班 比照廉價規模 前一天談方 光是首都客運 運量超越春節跟總統大選 大約是在500到700之間 那可能接近中午 看會不會最大化到1000人次 另一邊在花蓮客運站 一樣也是一大早 就有乘客趕著來買票回台北 因為擔心買不到 飛機取消了 然後才去買普悠馬 普悠馬沒想到它斷掉了 所以我現在不能回去了 只能做公路 公路這個也買不到 花蓮到南港跟板橋加開三個班次 周日還要視情況而定 因為北花縣直達的客運並不多 台鐵建議搭長城的民眾 可以先做客運到宜蘭 再搭鐵路到花東 週六不論是到宜蘭還是花蓮 客運總共加開近400個班次 提供15000多個座位 不過擔心國武跟蘇花蓋出現塞車 民眾大多提早出門 台16同班次 至於台鐵櫃台 乘客也陸續來退換票 被迴線中斷這四天的搶修期 客運全面動員 加強輸運 北宜花往返人潮 不過想坐上車 乘客只能提早出門排隊 用時間換取車票 記者台北花蓮綜合報導